好的 接着换个看点 全球的新冠疫情至今没有好转的迹象 欧洲国家西班牙在过去的三天 新增了超过3万宗的确诊病例 目前的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75万人 随着疫情出现反弹 西班牙政府决定在人口达到10万人以上的城市 采取统一标准的防疫措施 不过当地近期却有大批的医护人员走上了街头 连续第二个星期展开了罢工示威 而且还有人是直接就躺在马路上封锁街道 示威的医护人员表示 他们现在的工资与沉重的工作量是完全不成正比 所以就要求政府要提高医护人员的工资 和提供更多的假期以保障他们的福利 在烈日当空下 西班牙的医护人员将标语牌放在身上 直接躺在巴塞罗那的铁头示威 并封锁道路 床前上万的医护人员戴着口罩坐在街道上 大家跟着节奏鼓掌 要求政府改善他们在防疫第一线的工作条件 如果政府不答应的话 那他们将会继续抗力到底 镜头转到南美洲国家秘鲁 来自全国各地医院的9000名医护人员走上街头 展开48小时的罢工行动 示威者高举写着腐败字眼的棺材 并当众粉烧 借此来抗议政府没有为对抗疫情的医护人员 提供应有的工作奖金 另外 由于秘鲁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已经超过81万宗 当中还包括许多医护人员 因此 示威者要求当局不能够坐视不理 参加示威的医生也控诉 许多医护人员就算病了 也无法请病假 被迫继续值班 因此感叹 原本应有的福利如同虚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